餐廳正在收拾桌上的盤子與酒杯 另一頭還有顧客在店內用餐 不過時間往前推 12晚間台中烏日五光路上 這間快炒店 卻傳出驚人的砍殺事件 胖子 公婆的那裡會稍稠的 這樣而已 是啦 胖子的啦 那這個動作也刮到的 對啦 它就是講到的 胖子可能比較爛你知道嗎 就刮到就這樣 不過還約事發經過三名男子 相約聚餐疑似酒後起衝突 其中一名男子手持西瓜刀 砍傷兩名朋友後隨機逃逸 被砍了兩名五十多歲男子 其中一名用右手掌阻擋 造成虎口十公分撕裂傷 另一名男子則是左大腿 被砍出一道長遠二十公分的傷口 所幸兩人送往醫院縫合後 一無大礙 這兩個很好玩 不知道 說到底 小手喝下去 沒辦法 直接飛了十年 沒辦法 我們都這樣 我們也是馬材 拘捷就不夠了 對啊 要撞車之前跟握手也好 警方也隨即在事後抵達案發現場 釐清真相 砍人男子 倡皇逃逸 不過警方也已經鎖定身份 這其中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 那 MELT 谢谢大家